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隻羊 七隻羊 八隻羊 九隻羊 十隻羊 四 床上翻來覆去 不管數了幾隻羊 就是睡不著 失眠的原因很多 但是睡前吃的食物 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吃到碳水化合物 就是會睡不好 咖啡 還有呢 可能炸的東西吧 炸的東西 對 怎麼說 可能炸的東西吃太多 不好消化的時候 對啊 不好消化 對啊 會胃酸膩油的時候 就不好睡覺 失眠食物 青花菜榜上有名 因為含有豐富的營養素跟纖維 需要長時間才能消化 消化過程中還會產生氣體 不只同類的十字花科 高益菜跟甘藍 都會造成失眠 看似健康的芹菜 也因為含水量很高 成為睡前再餓 都不能吃的食物 不只是芹菜 只要含水量多的一些 像是水果或蔬菜 那就是你說睡覺前 你可能吃到一個西瓜 西瓜的含水量其實也很高 所以重點應該是水分這個東西 睡前不能吃的 還有柑橘類 因為甜度很高 另外紅肉因為脂肪含量高 容易消化不良 辛辣食物也容易造成 胃不適跟胃灼熱 睡前吃甜點 更會有血糖飆升 進程亢奮的情況 但想睡得好 營養師建議 睡前三十到六十分鐘 都不要吃東西 免得除了難消化 肥胖也上了身 三天新聞張哲獨李慧台報導